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要回到他的时代背景 圣依娜觉在今天就不会用这样的话来解说 他一定会跳脱在那个环境下所使用的性别语言 形容魔鬼用人的弱点来攻击人 哪种方式更能够被人理解 在现代上述那个小孩的纠缠方式 就比富人的形容更贴切 这句自语的懦弱要正确地了解 它和软弱不一样 懦弱是受到不合理的对待 也不敢表达自己该有的反应 软弱是缺乏力气 所以懦弱是人越站不起来 就越会受攻击 相似 人必自武 而后人武之 当然不会尊重自己 当然魔鬼也不会尊重你 而且会持续大力攻击 这句自语从心理学的诠释 可以用人对恐惧的了解来说明 当人感到恐惧的时候 它在你内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好像童话故事的摩登一样 当你一直逃 它的影子就在你前面 就变得很大很大 当你转过来正视它的时候 那个影子就不见了 它也消失了 人如何面对生活中的恐惧 有些时候恐惧是莫名的 当事人也不清楚那是什么 所以要救教于天主 每个人对他人或环境都会有感应 当那些反应出来的时候 恐惧就出来 因为我害怕 我越怕 那个能力就越强 其实是你赋予他强度 所以如果 我不要让他肆无忌惮 就要如辨别神类规则指出的 毫无畏惧 开始便断然抵抗 他便知难而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时 参加 Town 递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